在四川成都的大山深处 有这么一座废弃庙宇 它有一切正常营业的条件 但却荒废至今 大雄宝殿中的佛像 金光闪闪 神情庄严中 带着一丝补衣 大殿宝阁竟还藏有玄机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哇塞 哇 山门外更是传说有蛇神守护 攻击一切想进入庙中的闯入者 金山的路异常困难 即使上到驱大哥的车迹炉火成青 也不得不在中途下路 再步行一段山路才能到达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看 这匪夷所思的废弃庙宇 由于本片的违禁要素较多 所以分为上中下三期 防止全被和谐 请大家顶个关注 每晚七点更新及时观看 感谢感谢 什么东西啊 土地神 这里应该近期还有人来过 首先我们进入的是这座庙的食堂 这是大愿地藏王菩萨 他曾说过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封号 这个大愿地藏王菩萨 是什么东西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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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韩哥 还我太多了 那个 这呢 就 这里是食堂的杂务区 这里就是他们做饭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走出生活区 进入它的主店部分 这是财神爷 可是它的功德箱已经被偷了 这里是商品仓库 原来这里有两只一米长的大箱 现在已经被偷了 第一次龟 剑杀放生路 大臣无量受装 可以看到这边的地基已经塌陷 也许废弃的原因就是这个 地基正垮了 这是委托菩萨 也叫委托尊者 他手上拿着保储 保储意味着破除烦恼的力量 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是 如果委托尊者双手合十 把金刚储平端到手中 就代表这个寺院愿意接受 行脚僧来挂单 如果把小魔储处在地上 就意味着拒绝了出家人的挂单请求 虽然这栋建筑没有名字 但是我们能从中间的佛像 就能很清楚地分辨出 它就是大雄宝殿 我也探过不少飞机寺庙了 保证能如此完整的 仅此一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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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到了庙了 还是求赞吧 这期节目如果 有五万赞我就来还愿 好不好 才是 你出去开的时候 有没有碰过水 有啊 有 你怕怕 我不怕 哇塞 这么长 看一下这个舌头有多长 舌头倒是不大 但这个舌真的好长好长 看来这里舌挺多的 像这种缝里面可能就有食物 小心小心小心 你快点上岸了 走走走走走 上来了上来了 快撤 快撤 他认为我们有危险 哇靠 有威胁 应该是 哇靠 不是 哇靠这舌真的好大 还点舌了吗 哎那么粗 他不会是以为我刚刚在玩他老婆的尸体吧 你看他真的上来了 你自己忙呀呗 上来了 他到了这里来找我们了 有攻击性